真的不要轻易拆房间 我今天必须得告诉你们 重新做的有多麻烦 上来师傅就做了个工作桌 这一干事情绝对不简单 花钱如流水从脚手架开始 墙上的砖浇湿之后 师傅就可以开始漆砖了 这一下合刹水泥砖块就3000块 而且大车进不去 所以装啊水泥钢筋都得人工运进去 这期间我俩还得帮着加砖产灰味水泥 当然两份小功能起来是要省 漆了四圈高度够了以后 师傅要线上钉非常多的板子 把它们固定在砖墙的外面 环银舟防止水泥漏出去 接着大量的木材就要上场了 每隔一段决定 师傅就要架一段木装员 来支撑仙脚水泥的重量 当然为了防止漏下去 紧紧的定任木板那是必须的 一共两排屋三间房 用了多少木板我知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又是六千多倍了 像这种粗钢筋呢 四根捆成一柱是为了沉重用的 像房顶的横梁呢 屋子四周的沉重都得用它灌满水泥 然后用细钢筋铺满房顶 横一排还树一排 每个交叉的地方还得用铁丝捆起来 一共还得铺两排 当然得预先留下灯线 但这一买钢筋四千多又没了 然而这才是准备工作 水泥还没浇上去呢 师傅的工钱都快遗忘了 是真的肉疼 但自己装就肯定是要该生生该花花呗 当然拯救木头的大气也必须安排 从房顶拆下来的老木头 把钉子砸掉整理整理 后面还能做不少东西 买一个木头要八块钱